我想大家心目中最最大的一个疑问便是 我们目前台湾的医疗量能到底足不足 为何至今仍然没有办法采用全民谱筛的方式 反而去呼吁说没有接触时活动时 无症状的这些民众呢 他们没有筛减的必要 因为这样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可是这难道不真是因为我们的筛减量能跟不上吗 又为何拥有全台最多医疗资源的台北市 它会面临轻症塞回家重症躺走廊的这种无奈的困境 又为何联合及台大医院纷纷于日前公开向社会求助 无奈表示说医疗过载崩坏在即 全面满载无法再收 为何北部的患者他们无医院可送 需要北病难送 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病床 人力 机器其实通通都是紧缺的 再来 为何26日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突然宣布台北疫苗仅剩两瓶 两瓶意味着只有20个人可以施打 可是荒谬的就是在同样的一天 另一方面 陈时中他却给出截然相反的一个答案 称说北市其实还剩下七千多剂 也就是七百多瓶 请地方政府要掌握辖下单位的物资 又为何 前后其实不过短短十来天的时间 我们就如此的捉襟见肘 医疗量能从充足瞬间即转为崩坏 以上这一切一切的疑问 请陈时中部长能够明明白白的曲面回答 不要含糊其词 要让民众知道真相